1928年7月,军阀孙殿英疯狂盗挖清代皇陵,在这些帝王级的随葬品中,最珍贵的是一笔九龙宝剑,但正是这柄宝剑为它的拥有者带来了无尽的厄运。 而有一个人则发现这柄宝剑之中,潜藏着两千年前的一段秘密。 古董局中局第三部略报清淡,带您了解古董行当里的江湖险恶与文化传承。 作者马伯雍 许一诚听到欧阳掌柜的话,连忙问,是什么? 欧阳掌柜拿起九龙宝剑,把剑身横过来,指着剑刃,问许一诚是不是觉得这剑身比平常要厚? 许一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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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掌柜说道 你听说过剑里乾坤吧 就是在长剑里另藏一把短剑 与人对敌之时 长剑被人架住 手腕一凝 可以从里边拧出一把软剑 攻敌于不备 您是说 这九龙宝剑也是剑里乾坤 估计是 剑身略厚 这是一个典型特征 如果是单剑 剑身和剑柄之间 是在剑阁处合并的 看不出痕迹 如果是剑里乾坤 剑阁需要固定双剑的剑身 就得用勾丝相挂 我刚才检验了一下 那玉剑阁与剑身之间 确实有勾痕 不过呀 被青铜纹路巧妙地挡住了 铜纹有轻微的翘痕 与原来的位置略有边差 这才会被我发现 钩丝的痕迹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说明 九龙宝剑暗藏的另一把钱 已经被人打开过了 木胡教授 徐医成立刻想到了 那个木讷而敏锐的学者 欧阳掌柜 拿起工具 拨开铜丝 把钩丝一一地起掉 一拧玉剑柄 耍了一声 果然从剑身里扯出另一把剑来 二人 剑了这第二把剑 更是惊讶 九龙宝剑 是蒙古式的 剑身掠弯 而这把短剑 却是笔直的中原风格 它只剩下剑身部分 与御剑阁相连 造型古朴 秀极斑斑 跟外剑的雍容华贵 不可同日而语 徐医成一下子 就想到了那张信简上的图影 也是一弯一直 原来啊 他以为是素描者随手图改 现在才意识到 这暗示的正是剑里乾坤 从形制来看 这是一柄唐代的剑 徐医成连忙问欧阳掌柜 怎么看出这是一把唐代的剑的 欧阳掌柜说 唐代之剑与后世样式不同 多是剑身带着还手刀柄 单侧开人 非常好人 剑里乾坤 一般是两把剑 都是量身定制 这一把清代的蒙古弯剑之中 居然藏着一柄唐代的短直剑 乾隆帝啊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徐医成告诉欧阳掌柜 乾隆柱此剑 是恐黄煞风吹断大清根基 所以背着一把阴兵 以便在死后带去地府斩断阴风 欧阳掌柜 欧了一声 说这就难怪了 这种陪葬用的阴兵 非常有讲究 不能平白起炉 必须以一柄古剑为银 借出他的煞气 在外边再套上一柄新风 才有镇阴挡煞的功效 别看史籍上 关于古剑的记载 动辄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 其实在现实当中 能留下来的兵器极少 乾隆这把九龙宝剑 能寻得一柄唐剑为银 已经算是非常不易了 而欧阳工匠能把这两样东西 合二为一 造得天衣无缝 那技术实在是登峰造极啊 这个时候 小屋外传来了敲门声 欧阳掌柜把剑割下 一拍巴掌 行了 时候到了 我也该上路了 剩下的事 你自己去琢磨吧 说完 他背起手来 让卫兵给他捆上 带出了门去 许一诚 在他后面大声的喊 问他还有没有什么 未完成的心愿 他 可以带欧阳掌柜去完成 欧阳掌柜 回头笑了笑 说欧阳家欠的恩情 总算在他死前 全部的还完了 欧阳掌柜 嘴里念叨着挺好 挺好 点着头 慢慢地走出小屋 脸色坦然 脚步不乱 许一诚 目送他离去 心中涌现出深深的感慨 许一诚不知道 欧阳家到底出了什么变故 才会让他堕落如此 不过欧阳掌柜临死之前 仍然惦记着祖上的恩德 说明良心与骄傲未民 如果二人早点相识 说不定就能帮助欧阳掌柜 走到另一条路上 既挽救了欧阳家 也能拯救一个船程 许一诚把九龙宝剑拿好 没有去看行刑的过程 直接回到了车里 吩咐开走 海澜珠看得情绪低沉 也不好细问 就问他有没有收获 许一诚把那两柄剑拿给他看 海澜珠吃惊不笑 许一诚说 慕护教授是经验古代兵器的 他对九龙宝剑做的解析 显然呢 就是打开了剑里乾坤 然后又装了回去 说完 他把唐代宝剑抬起来 仔细地观察 此剑的剑身上 秀极斑斑 上头只能勉强地 看到狭长的剑身上 有一条醒目的剑纹 从剑尖蜿蜒横贯到剑底 徐一诚眼神闪动 将剑身横置 再看此文 就如远观连绵的山势 跌宕起伏 气势万千 看起来就好像是有人呢 在唐剑上 绘了一幅山势地理图 山中隐约还可以见到两个字 镇户 回到清华的这一路上 徐一诚完全沉浸在 对这柄唐剑的研究当中 神情穿着 海澜珠在一旁 百无聊赖地拖着下巴 不敢打扰 车子到了以后 徐一诚一下车 立刻有两个人迎了上来 一个是黄克武 一个是刘一鸣 他们看到海澜珠 与徐一诚同车 表情都有些古怪 徐一诚没心思解释过多 问他们什么事 刘一鸣正色说道 徐叔 您别忘了我的约定 就是今天 徐一诚先是一正 随即想起来了 之前呢 他答应过刘一鸣 要去参加 五脉组长沈默的八十寿宴 而今天 恰好就是这个日子 五脉之前 为了避乱 搬出了北京 搬回来 这才不久的功夫 经过这么一番的折腾 沈默 经历明显不济 所以啊 他在八月份举行的寿宴 得提前举行 要尽快地 把权力移交出去 刘一鸣 一心要服徐一诚上位 自然是不肯放过 这最后的机会 徐一诚看看时间 好 我跟你们过去 他扫尸一圈 注意到 要来没来 黄客户说道 要来 夹在您和药神情之间 地位尴尬 所以装肚子疼跑了 这孩子 想的太多了 我可从来没有想过 要谋他爹的位子 我呀 就是去敬沈老爷子 一杯酒而已 刘一鸣明白 许一诚啊 其实是在对自己讲的 他扶了扶眼镜 也没说什么 海兰朱表示啊 自己不方便出席 先行离开 黄客户看他走远 问许一诚这是怎么回事 许一诚就说 我们有了点新突破 然后把九龙宝剑亮出来 刘一鸣和黄客户 四只眼睛 顿时瞪得溜圆 传说中的九龙宝剑 突然出现在眼前 他们呢 都有点不相信 许一诚 把此剑的前因后果一讲 黄客户不得不感叹 说在中国 已经断了传承的手艺 一个日本教授 却知道的这么清楚 后面的话 他没说 许一诚看了他一眼 语气略带严厉 偷东西就是偷东西 再怎么喜欢也不行 可是东西毕竟留下来了 黄客户还在分辨 自打就出木户教授以后 黄客户的情绪一直不对 对东陵之事 似乎也有自己的看法 刘一鸣怕二人说僵了 连忙说道 这柄唐剑 您有想法了没有 我不大清楚 不过 正好这次去参加五脉的宴会 我想顺便 请教一下沈老爷子 他会知道 你不要小看五脉的底蕴 也许他们胆小怕事 不过 这古董的学问 可是不容小觑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董局中局第三部 略保清单 由喜马拉雅出品 骆驼演播 沈默的这次八十大寿 按照老爷子的指示 没有大操大办 乱局方定 人心为安 不宜大动干戈 所以啊 细棚 洗楼 金牌 一改不用 只在自家的院子里边 摆了几桌酒席 门口 吊起两顶 麻姑献寿的人物大灯笼 八十整生日 就当是散生日过了 外面来贺寿的人也不多 只有十来位相熟的古董铺子 以及五脉 留在京城的那么几十个人 这些宾客 显然 也没心思住手 个个揣着心事 在席间低声的交谈 北京 降格成北平 对整个古董行业 都是个打击 试想啊 古董最大的买主是谁啊 不是政府里当官的 那就是给官员送礼的 如今 政府不在北京 古董生意的衰落 只怕就在眼前 沈老爷子是个高人 可惜年纪太大 恐怕应付不过来 这些人都盼着 五脉 能选出一个得力的组长 早点拿个准主意出来 沈默 坐在武德椅上 双眉低垂 整个人 就如同一棵干枯的柳树 武德椅 是桃木 杨木 铜木 百木 松木 五种木料 大致而成的 桃木青 杨木植 铜木结 百木不符 松木刃 武木 既代表了 五脉五家 也代表了 建宝之人 所要具备的 五种美德 在五脉 只有极其重大的场合 才会把这把椅子 从宗祠里边请出来 并且啊 只有组长 有资格坐 这把椅子 看似风光 但是坐起来并不舒服 因为啊 椅面太硬 而且呢 没有靠背 稍微久坐 屁股就觉得酸疼 索性 自己啊 不需要忍耐太久 沈默一边这样想着 一边看着院子里边 熙熙攘攘 看着五脉子弟 各怀心事 浑浊的眼神 变得微微发亮 仿佛 回到了几十年前一样 当年 也是这么一个 类似的情况 连他在内 一共有三个组长的候选人 其他两个人 早已是明满天下 没人看得好 略显木讷的他 可是 最终胜出的 却是他沈默 前任许组长 亲自把他 搀扶到武德 以上 大声对人宣布 新组长的诞生 有人跳起来质问 沈组长却说 五脉的掌舵人 要的不是 多么犀利的 掌眼手段 而是一个 稳子 唯有稳重之人 才能让五脉 继续延续下去 接下来 沈默 一直牢牢地 抓着这个蚊子 在他的领导下 五脉 度过了晚清 民初的一次又一次的劫难 和魔力 坚持到了今日 现在 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把这副重担交出去了 沈默 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朝前方看去 药慎行正站在台前 指挥着五脉弟子 搬着寿宴用的器物 有条不紊 希望 我的选择 没有错呀 五脉 正需要这样的人呢 沈默 自己默默地叹息 除了药慎行之外 他还看了一眼 刘一鸣 要来 等几个小辈 在院子里穿梭 这几个小家伙啊 都非常不省心 前段时间 不在家待着 居然跟着许一成混 几家的家长 也都来找沈默抱怨过 但最后 都被劝服了 美玉 需磨砺 年轻人 也需要磨炼 跟在许一成身边呢 可以交到很多 五脉交不会的东西 他们几个 年纪虽然小 但是呢 却已经显出了 超越同辈人的实力 早晚会成为 五脉的中流砥柱 此时 沈默看到另外一个 熟悉的身影 他努力地睁开眼皮 觉得有些惊讶 甚至还有几次的欣慰 那个身影 走到药慎行的身边 两个人几乎没有交谈 侧间而过 身影继续朝着自己 走了过来 一城 沈老爷子 晚辈许一城 祝您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许一城念着俗词 跪倒在地 结结实实地磕了个头 沈默 把身子努力的前倾 让许一城赶紧起来 两人四目相对 又沉默了片刻 沈默 咳了一声说道 最近 辛苦你了 许一城知道 沈默说的是东陵的事 那件事 脑袋沸沸扬扬的 沈默肯定能猜住 这事跟许一城 关系匪浅 不过呢 以沈默的个性 肯定会庆幸 五脉 当初拒绝了许一城的请求 因为啊 这种事 是他一直 极力避免的 所以啊 这一生 最近辛苦你了 带有五分的宽慰 一分的庆幸 还有一分 淡淡的疏离 许一城笑道 其实啊 我今天来 除了为老爷子您贺寿 还有让东西 想请您帮忙 过过眼 沈默肩膀明显僵了一下 本来 今日的寿宴 并没有邀请许一城 他突然出现 不知道这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许一城从怀里 掏出一张纸 是这个 您帮我看看 这几个字 有没有什么来历 纸上 抄露的 就是借大府房间里的 另外一个线索 几个零碎的汉字 许一城并不确定 这跟九龙宝剑 是否有关系 但是 这是他现在手里 仅有的线索 沈默的外号 是两脚书柜 博文强记 在家族里很有名 如果连他都不知道 那这条线索 也就没什么用了 听到这么一个 简单的要求 沈默顿时松了口气 戴上他的老花镜 慢慢地看着 徐一城 满怀期待地问 有没有印象 沈默 沈默闭上了眼睛 低头 回响片刻 突然拐杖一顿 哦 原来是这个 听到沈默 这样一说 徐一城连忙 问是哪一句 沈默 昂起头来 长声引导 君不见 昆吾铁野 飞掩烟 红光紫气 聚赫然 梁公锻炼 凡几年 祝得宝剑 明龙泉 龙泉颜色 如霜雪 梁公皆自 叹其远 琉璃玉霞 土莲花 错楼金碑 映明月 正逢天下 无风尘 幸得周防 君子身 金光暗暗 青蛇色 文章片片 绿归林 非之结交 游侠子 义增亲近 英雄人 和颜中途 遭弃涓 灵落飘轮 谷玉边 虽腹尘埋 无所用 游能夜夜 气冲天 沈默 引的是一阳顿挫 意气风发 拐杖 也随之频频点地 这诗 在永剑时中 算是绝品 辞草华丽 气魄 如剑锋出鞘 豪气惊人 尤其是结尾字举 感慨自己 虽未逢知己 如宝剑般 沉沦埋没 心中雄心 却依然不改 信箭上那几个字 原是出于 这最后四句 徐医成 问这是谁的作品 沈默 吕染 说道 我 再念一首给你听 凄凉 宝剑篇 季博 与穷年 吕染的风雨 风雨 首剧里 提到的宝剑篇 正是这一首 然后 沈默 把这 古剑篇的来历 威威道来 原来呢 是出唐时 有一位将领 叫郭震 自 袁震 是太原 杨曲人 郭震 文武全才 只是在仕途上 觊觎坎坷 有一次 他得性 被武则天召见 辉豪写下此篇 命名为 古剑篇 抒发自己 壮志未愁的情怀 武则天读到此诗 大为机场 当即命令 抄写数十本 分别赠予学士等人 郭震 也因此诗 而名声大造 从此 平补青云 历任 梁州都督 安息大都户等职 庇护西域 立下大功 成为 一代名将 后来 他调回忠书 在 唐玄宗夺权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元元年 郭震 不知为何 得罪了玄宗 险险被杀 后被流放外地 抑郁而死 仙人 曾经评价 郭震这个人的文风 有义气 为事所重 一个义字 代表了他 豪壮 奔毅的风格 如果我记得不错 全堂诗里 受了十多首 他的事 不过 你们这些年轻人 现在哪有心思 静下来 不知 也不为怪呀 沈默 叙叙叨叨地 在那说着 可惜啊 他后边说的话 许一诚压根 就没听进去 许一诚死时 是两眼发直 整个人变得傻乎乎的 仿佛被什么东西 给掩住了一样 他 连个招呼都不打 木然离开 口中 喃喃地 一直在说着 错了 错了 然后 他走到了 位于院子里边 最偏的一个桌子 一屁股坐下 沈默 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呢 他也没多想 眼下最重要的事 就是顺利地 把新任组长选出来 其他的都可以放一放 许一诚就这么退开 反而让沈默 松了口气 很快 正屋里 那座瑞士自明中 当当地 发出了声音 要慎行 走到沈默的身边 问是否可以开席了 沈默点头 于是 司仪开始招呼 宾客们 纷纷落座 寿言开始 五脉的寿言 跟寻常人家 没什么不同 先是把五脉祖先的牌位 请上神案之上 沈默 亲手点上蜡烛 燃放一挂红衣鞭炮 然后率领五脉的几位家主祭拜 祭祀祭了 沈默又坐回到武德椅上 晚辈们依次磕头祝贺 宾客 尽献贺礼 等着一套流程结束之后 所有人落座 司仪高喊说请神炉 五脉人和其他宾客 又都纷纷露出兴奋的神色 饭菜都不吃了 都伸着脖子朝神岸那边看 很快 两个五脉子弟从后地转出来 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大木匣子 匣子是檀木所指 四脚接向着莲花银边 正中一把双鹤交警的铜锁 木匣子搁在沈默面前 两人退下去了 沈默离开了椅子 从怀里掏出一把钥匙 颤颤巍巍地把锁给打开 从箱子里边拿出一具香炉 炉子一拿出来 宾客们就不由地发出了一阵惊叹 香炉通体同质 光泽优随 冥冥之中带着一股玄妙 一望便知是上古的青铜 铜盖是一座尖顶山峰的形状 上头露成蒲叶花纹与炉身相连 炉身之上雕有海上仙山图纹 与飞禽枣寿等物 再往下的炉座 筑成一条龙的样子 龙躯蜿蜒 身带祥云 龙头昂扬向上 但是呢 却为一个虚发皆长的历史推开 这里是一手智龙 一手托起炉盖山峰 似有霸王举顶之士 这个就是传说之中 五脉收藏的家宝之一 汉 扶龙 搏山炉 所谓搏山 乃是汉代相传的三座仙山之一 其他两座是蓬莱 营州 汉代香炉 多喜用山为名号 不过呀 这个香炉是五脉珍藏 其价值不是寻常香炉可比 不必细细考究其特征何在 单是一端出来 那力士降龙举山的滔天雄心就扑了过来 顿时震慑了全场 这泊山炉啊 平时被收藏在木匣之中 要是呢 由族长亲自掌管 从不外露 只有在今天 这样新老族长交替的大日子 才会露出他的真容 别说外人了 就连五脉中人 一辈子能看到这炉子的机会都不多 五脉 一共五家 为了避免同性 把持族长之位太久 族长人选通常是五姓公投 由族中肃老 投票选出 哪怕沈默和其他所有人都中意要慎行 但是呢 也不能直接指定 老规矩不能变 形式上还要通过选举举出来 而这个选举的办法 就是通过这个扶龙博山炉 在审案之后 早已摆好了五蝶香丸 分别是红 青 黄 黑 白 各代表了五脉中的一支 每个有资格投票的五脉成员 都要依次走到神台的背后 选择一碗 投入博山炉中 最后 由老族长清点 色托者那一脉的候选人 即成为新一代的族长 这个 就叫 头颅问香 选举之后 香炉还得燃起来 把投在里边的香碗焚化成香 以避免家族生气 在香气营绕之中 新旧交接钥匙 新组长把博山炉重新锁回匣子 礼到此就成了 沈默 郑重其事地 把这个香炉搁到神岸上 转身对在场所有人说了几句话 无非就是我年纪一大 难以继续掌管武脉 因此让魏于闲 希望有智者 可以上前来 院内的武脉中人 沉默了一小会儿 要慎行 当人不让他站了起来 其他几排 也分别派出了几个人权 不过呀 这些人 无论是记忆 都比要慎行 差的很多 一看就知道 都是充数的 最后 站在博山炉前的 一共有四人 耀家 黄家 刘家 和沈家 各有一人 只有许家没有 许家单传 如今也只有许一成一个人 他虽然到场 但此时呢 却在角落里发呆 一点都没有角逐的意思 沈默 心中踏实了 如果许一成 这个时候站出来说 他要参选 沈默呢 还真没有理由反对 他看了眼 要慎行 抬起手中的拐杖 准备宣布 头颅问枪开始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外头忽然一阵的喧哗 宾客们 纷纷转头去看 看到吴玉文 带着十来个警察 气势汹汹的闯了进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古董局中局 第三步略保清单 由喜马拉雅出品 骆驼演播 吴玉文恶名 五脉的人都领教过 此时看到他突然出现 一个一个的 全部都像见了蛇的耗子一样 缩着脑袋 连大气都不敢出 沈默 心里一图 表面上强坐镇定 赢了上去 吴玉文 冲他一拱手 沈老爷子今天做寿 在下 本该背下寿礼 不过 今儿我是来公干的 有得罪之处 荣厚不过 警察厅的真机处长公干 那就和夜猫子进宅一样 是无事不来 一定是之前 东陵的事闹大了 得罪了人 沈默 把眼睛 看见了坐在角落里的 许一诚 吴玉文笑了笑 您甭看了 跟许先生没关系 我要抓的是他 吴玉文一伸手 手尖直直地指向 要慎情 这一下子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虽然还没有经过头颅问香 但是要慎情是下一代组长 已经是板上钉钉 吴玉文突然跑过来 说要抓他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沈默 只能强忍住怒火 吴队长 能否看在老夫的薄面 姑且等寿宴过后 在意啊 对不起 不是兄弟 我不给你这面子 公事公版 职责所在 拿人拿脏 请问慎行 犯了什么罪 要让一位真机处长 亲自拿人 吴玉文也不回答 一把把沈默推开 走到要慎行的面前 一辆逮捕令 要慎行 警察厅认为你和东陵 道案有关系 走一趟吧 吴玉文的声音并不大 可是呢 足以让院子里边的所有人都听到 东陵大案 整个北京都传得沸沸扬扬 大家只知道 这跟孙殿英有关 可没想到五脉 居然也牵扯其中 再仔细一想 五脉 那是建古的名家 由他们替孙殿英去卖慈禧木的宝贝 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 一想到 一贯自诩高明的明眼梅花 居然也在背地里做这样的勾当 大家呀 看五脉的眼神 都变了 盗墓这种事 虽然大家都在干 可是啊 要是拿到明面上来承认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姚慎行听完是勃然大怒 说呀 要在这说清楚 他什么时候替孙殿英销赃了 吴玉文冷笑着说道 谭温江都招了 他说呀 他早跟你联系过 一旦东陵的明记拿出来 就通过你的手 折换成险前 南城轿子胡同的十二军办事处 你去没去过 腰身行的怒气 煞食凝固住了 他动了动嘴 但是却没说出话来 在周围的乙干人等的眼中 这个就是说明他被戳中了要害 沈默转过脸来 问要慎行是不是真的 可是要慎行有些慌乱 说他没卖过 他只是去大理 跟谭门江谈过一次 他们说有一批古董想出手 沈默气得手都直发抖 那就是确有其事了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当时我只是以为是普通的名气 就没跟您说 这行事眼看就消掉下去了 我也是为了五脉的今后着想 糊涂 沈默何知道 他知道 自打北京改称北平以后 要任行一直在为五脉 寻求新的生才之道 之前和日本人谈过古董的事 好歹算是合法的生意 但这次要是跟盗墓的孙殿英 偷偷接触 名声可就都臭了 哪怕你一件都没卖 都得被老百姓骂的是狗血喷头 要任行心里啊 非常的冤枉 他去找谭门江的时候啊 以为只是几件普通的名气交易 孙殿英的盗墓还没开始呢 但是呢 没人关注这个 大家只看到五脉和盗墓的孙殿英有勾结 有心人只需要稍稍一推 就能敲钉转脚 把药肾行坐实了 成为孙殿英的同党 五脉也就会名声狼藉 五脉活的就是个名声 要是名声没了 那也就完了 药肾行没想到 自己只是拜访了一次 警察厅都能查到 更没想到 这一次普通的生意 竟然会把五脉推到了绝境 他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 身子开始微微的摇晃 吴玉文当得不耐烦了 你们有什么话 咱们回警察厅可以慢慢说 靠走 然后几个警察冲上来 把药肾行强行地按住 咔啦一声 把一副金刚的手铐给他戴上 沈默气得倒退了几步 几乎站不住 药肾行的媳妇 一见相公要被抓走 嗷的一嗓子 放声大哭起来 旁边几个小娃娃也吓得大哭 其他五脉的人吓得直往后躲 这下子现场顿时大乱 哭闹声 喊叫声 劝说声 呵斥声一起爆炸 寿宴的气氛 当然无存